台北市103年十大死因当中 有七项慢性疾病与高血压、高血糖还有高血脂脱不了关系 其中血压监测更成为评量身体健康的重要依据 因此卫生局设置了30处的健康便利站 整合血压还有血阳等五项测量项目 并且可将资料随时上传云端 以利民众自我管理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我们提供的是血压的测量、体温的测量、体重的测量等等 那这些资料透过云端可以上传到健康员 台北市政府健康员的这个部分 那民众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轻易掌握我们这个长期以来测量的这个数据 那做好自我的管理 本身为高血压患者的罗先生表示 自从卫生局建置云端血压站之后 就透过申请成为会员 并且在外透过30多处的健康便利站量测血压 而每次量测数据都会记录下来 不用担心记录单不见 进而轻易掌握自己的血压数值 医院看诊医生都会叫你去 门口就叫你量测一下 然后就拿一张纸叫你记录一下 那每次量测记录都不会留下来 那医生看一下你就丢了 那假如说我们有这个瘾端系统以后 我每次量测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那我事后可以去回顧 我这段时间这个血压定的状态 那去看诊诊 你可以给医生的 直接就看我的记录 我今天带的优务卡是哪一张的 那我们都做了回顾 它都可以同时记录到 我个人的这个血压记录里面 目前卫生局建置的云端血压站 还提供了简讯提醒 无论是血压监测的数值异常 或是旺季量血压 都会听到嘟嘟的提醒 也让数位科技帮助民众 随时掌握自己的健康 可说快速又便利 记者刘德鱼采访报道 sorry 吓到你 都怪BB宽评太优惠 每月888 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BB宽评120枚 每月888 送炫彩HD套餐 让您看电影 风运动 玩综艺 还有脸红加心跳 在8年免费建置WiFi 让全家都可以同时上网 还送1000元7-11商品卡 快打电话找BB